今天就很想教大家如何预防粒粒和铲除粒粒 Hey 大家好 我是Ricky的SALF 歡迎收看GASALF 超友符 近來大家都會戴口罩的 我們戴口罩的時候其實都可以保持自己漂亮的 上一集有教大家如何化了一個口罩裝 如果你未看的話 按下方的連結就可以看到了 戴口罩的時候 雖然很多人都會覺得世界上多了很多帥仔和美女 因為大家都可能有化口罩 或者大家focus在眼上 不過大家近來戴口罩都遇到很多煩惱在皮膚上 為什麼我臉會多了那麼多粒粒和皮膚變差呢 今天就很想教大家如何預防粒粒和铲除粒粒 講這個主題其實都要因應天氣 前一陣子冬天的時間 因為天氣又很乾 大家戴口罩又很焗 其實都很難教大家如何處理或者預防這些痘痘 第一來到春天的時間 我覺得就是時候可以撇脫一點告訴大家 有什麼產品是可以用 還有什麼產品是不可以用的 先說一下 為什麼會形成粒粒的原因呢 其實就是因為你口罩裡面的水汗很多 然後你敷出的口水或者鼻涕等等 其實裡面都有一些細菌的 那迫著在你臉上 你就自然很容易滋生到一些暗粒和暗瘡在這裡 加上因為你臉上可能保濕又未必很足夠的時間 臉油又不斷地增加 所以就更加容易形成到這些粒粒的出現 所以去預防粒粒之前 我們必須要了解一下 究竟我們自己的產品是否適合用的 第一樣我們要注意就是產品的質地 大家平時用的護膚品都不是很了解那個產品質地是什麼 不論你是洗臉、爽敷、保濕、防曬、粉底液、定妝粉等等都好 建議大家用的產品 有油的產品全部幫我丟上去 是不是我丟上去呢 先撥在旁邊吧 冬天的時間就很乾 所以大家要用油去做一些護膚 但是一到春天的時候水氣又重又潮濕 夏天又熱的話 其實所有油的產品全部都可以不用用 千萬不要再用了 因為一用油的產品其實你倒上去面上更加多油 你就很容易生粒粒 所以用油的產品一律不用 很明顯就是油來的 Cream就是這些白色狀 又可以不用用 全部都是油 那究竟有什麼可以用或者需要用呢 大家就需要選擇 啫喱和水狀的產品 這些啫喱狀的洗臉 水狀沒有油份的toner 又或者像這些防曬一樣 擠出來都是油 free為主 怎樣分別呢 有兩樣東西可以注意的 第一你可以留意 例如Berry Minerals 這個就是叫做 油 free moisturizer 第二樣呢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它通常有寫著叫做 pore care 的東西 就是毛孔收縮的產品 或者遮毛孔的產品 這些都很適合的 又或者你看到這些叫做 Water Drop Aqua Essence 這些呢 全部都是用水的名為主的 保濕類產品 這些都可以用的 第二步 預防粒粒的步驟 預防粒粒的步驟 我們要說一下 就是要分日頭和晚上的 因為呢 日頭的話 我們戴口罩之前 必須要記住 是要令到你的皮膚摸下去 質地是夠水潤和清爽的 早上起床 我們就可以用爽膚水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塗這個 保濕的精華 但是記住 都是沒有油份的精華 第三步這些精華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一下 用這些 收毛孔的精華 很多人聽到 收毛孔的精華 其實裡面都是有酒精的 但是其實有酒精是沒有問題的 酒精是很有效 收細毛孔 另外呢 令到你的油份是減少的 戴口罩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很清爽的 然後呢 你可以塗一些 保濕的面霜 或者保濕的啫喱 最後呢 臨出門口之前呢 可以塗這個 保濕的防曬 這一支防曬 是極力推薦 很好用的 還有質地也是很薄 很水潤 很油分 去到最後呢 選粉底了 如果大家真的要選粉底的話呢 大家可以選一些 雅色狀 比較乾身一點 沒有那麼水潤的粉底 會比較好一點 Cushion是可以選擇的 那我自己呢 會用這個 Bobbi Brown 我會用 Chichado Mani 這三隻呢 我都會用的 那我自己呢 比如這些位置呢 需要遮蓋多一點 就印多兩下 最後 你又想那個粉底更加鐵薄呢 可以塗一層碎粉的 Hipsa這隻呢 其實它很薄 還有它可以有 平時的膚色和陰影色的 你可以呢 輕輕塗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要戴口罩之前呢 想那個皮膚的質地再好一點 其實最好呢 就放好把紙巾在口罩裡面 然後呢 之後就直接戴上去 除了呢 其實你令到那個化妝品 沒有那麼容易印到到你口罩上面之外 第二件事呢 就是你每一個小時 其實你只要換一張紙巾的話呢 你面上的裙子 就可以很快地更換了去 那你的口罩呢 仍然保持乾淨和清爽的了 晚上呢 就做一些護膚step 然後呢 就可以塗一些水分精華 All in one gel 第三樣 就是消滅豆豆 消滅豆豆的方法呢 我覺得應該是放在晚上做的 因為大家晚上回到家之後 脫下了口罩呢 那你發現有些暗粒在這裡 我們怎樣清除呢 那最簡單的方法呢 當然就是 首先 要去角質啦 那去角質呢 其實大家都聽過 用磨砂啦 用一些面膜啦 等等 其實可以去到角質的 那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呢 你們可以用家裡的砂糖 倒在手 在面上擦 其實這個方法呢 就是可以去到角質的了 那當然你想要多一點效果的話呢 那我經常都會用呢 這些叫做泡泡面膜的東西的 Vlogger 這個泡泡面膜呢 我經常都用的 那我就塗了上去之後 整個臉起泡啦 然後隔了五分鐘左右呢 在面上拔掉場面之後 其實那些粒粒就可以拆掉你面上的角質層 當然如果你只是去角質 也未必去得靜的話 有一個方法教大家 我自己也都會做 就是用微鉗在面上 將多餘的或者凸出來的黑頭粉刺 都可以拔走了 其實你粥調粥調的黑頭粉刺撕出來的話 其實那個地方是沒那麼容易紅之余 而且我覺得是乾淨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晚上洗完臉後 用白天的毛巾抹一抹臉後 特別在鼻部位置 臉部位置 就可以這樣拔出來 千萬不要硬拔出來 還有一個方法 我覺得這段時間很好用 就是用這些像萬瘦雷敦的 暗瘡豆豆貼 我發覺很多人 臉上好像這些 有粒粒的豆豆在這裡 其實裡面開始有少少的油份 或者有少少量的時間 其實你去掉了角質層 做了活膚之後 臉上癌之前 臉吸收完之後 然後你們就可以 用這些暗瘡貼 直接貼上去的位置 第二天起床 洗澡的時候 撕下來的時候 那些毛巾 就會自然由你的皮膚裡面 去到貼那裡 這些暗瘡貼 其實是有日用和夜用的 日用通常都比較薄 夜用通常都比較厚 然後你就可以塗上你需要的消炎暗瘡膏 例如我之前介紹給大家 在泰國買的那支暗瘡膏 塗上去其實你就很快消炎 所以這個步驟必須要 拔走一個粒粒 然後才做消炎 那整粒豆豆就很快康復了 戴口罩令到你皮膚不好 和會生粒粒是很正常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戒壞 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預防和消滅豆豆 那就有效了 剛才說過如果大家用的產品的話 記住記住千萬要把有油份的產品 暫時推到一邊 不要再用了 用一些沒有油份的產品 其實夠水潤夠保濕就可以了 另外想沒有豆豆的話 記得要去過質 和把籠子全部黏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希望今次的影片 可以解答大家戴口罩裡面有的煩惱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記得在樓下留言告訴我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和按下小鈴鐺 我們Facebook、Instagram和YouTube再見 拜拜